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哲也说财经的频道。 3月1日,视频通讯软件制造商Zone公布了截至2022年1月31日的第四季度及2022年财报。 报告显示,Zone第四季度总营收为10.714亿美元,与上年同期的8.825亿美元相比增长21%,净利润为4.906亿美元。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净利润为2.606亿美元,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4.905亿美元,与上年同期的2.604亿美元相比增长88%,2021年全年总营收26.514亿美元,去年同期为6.227美元,净利润为6.723亿美元,去年同期为2530.5万美元。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6.75亿美元,去年同期为2175万美元。 Zone表示,截至1月底,该公司拥有50万9800名客户,低于10月份时的51万2100名。 据财报显示,Zone公布了2023财年一季度和全年业绩指引,均低于市场预期,该公司预计一季度营收,将在10.7亿至10.75亿美元之间增长约12%,不及市场预期的11亿美元。 2023财年,该公司预计营收为45.3亿至45.5亿美元,增长10.7%亿不及市场预期的47.1亿美元。 此外,Zone董事会批准了一项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,该计划将持续到2024年2月。 作为疫情的收益者,Zone的股价曾在2020年达到588.84美元的高点,令投资者担忧的是,公司能否维持在疫情严重时期的强劲增长? 今年以来,Zone的股价已下跌超27%,疫情以来,Zone都力图扩展新的业务,以巩固其市场地位。 2021年,Zone原本计划斥资147亿美元收购呼叫中心软件供应商饭酒,但最终以失败告终。 在收购失败后,Zone发布一款全渠道联络中心解决方案的新产品,希望增加其产品的多元化。 这款新产品Zone Contact Center是该公司向视频会议平台之外,拓展业务采取的最新举措。 尽管Zone在扩大产品组合方面取得了进展,但它仍面临着来自微软的激烈竞争,不过分析师预计市场潜在空间将足以让两家公司蓬勃发展。 但是从此新发布的财报来看,Zone的后续增长发力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